ssp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開銷 組裝模型系列 不過在新年的第一支組裝模型 魔幻沒有要來跟大家分享最新推出的主題 而是選擇了一個算是這種懷舊系列啦 想要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開箱 會特別選擇這一套啦 其實也是因為在前幾個禮拜 魔幻去逛玩具店的時候 偶然之間發現這一套竟然是又再度再版了 相信啦 如果你跟魔幻年齡是差不多的朋友 應該都有共同的回憶 沒有錯 也就是我們BB戰士的系列 BB戰士在魔幻小時候是推出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會叫做BB戰士也是因為早期的機體設計 它是會有一個發射的機關 射出的主要武器也就是使用大家熟悉的BB彈 後來也因為安全法規的修改啦 變成說這款玩具是嚴禁使用這種小型的發射武器 居然把發射的機關拿掉了 不過在機體上面也就改成以可變形的方式 又或者是可以穿脫盔甲的方式來進行設計 可玩度的部分也算是有一個小小的升級 另外一個最吸引大家的原因也就在於價格的部分啦 小時候魔王在書局購買 大概也可以用160塊170塊的價格買到 除了大人可以來進行收藏啦 小朋友也算是有一個很好入坑的機會 不過也因為時隔多年 這套BB戰士的系列 嚴格來說是沒有再推出全新的主題 雖然官方後來是還有再推出 這一套三國創結傳的系列 但是在角色的設計 以及整體的可玩度部分呢 呃...實際上還是有一個小小的差距 這一套在復刻之前價格也就變得越來越高啊 魔王知道像是比較大合組的 飛躯腦大將軍又或者是灰神大將軍 該價可能都要到八九千 甚至是將近一萬塊錢左右 結果怎樣也沒想到啦 萬代這邊呢是又在推出所謂的復刻版本 除了一般合組呢是慢慢來進行復刻之外 那像是魔王前面所提到的 飛躯腦大將軍 也在幾年前推出了一個PB限定的版本 價格的話也是訂在日幣4800多塊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有機會可以入手 不過價格也就會比當時的定價再稍微高一點點 但不管怎麼樣啦 對於有想要回味童年的朋友 又或者是呢 有想要收起早期集體的朋友 現在又有機會可以以原價的方式再次購入 魔王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前面跟大家說的這麼多啦 趕快回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這次魔王會特別挑選這隻舞者刀流翼獸 欸其實也沒有特別啦 在玩具店當中偶然看到這套復刻 也就特別挑選了兩隻魔王 覺得還算蠻帥氣的 早期的戰國傳啦 其實是推出非常非常的多 在魔王出生之前就已經有推出了 下一轉到盒子的側邊 也就可以看到啦 這次的機體呢 也就可以以輕裝的方式 又或者是全武裝的方式來呈現 附贈的配件算是很豐富的 另外的話啦 沒有錯我們變形的架構 在這次的機體呢 也是可以完整表達 整體的盒裝啦 其實算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魔王這邊也就不再多說了 直接打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本體的部分 PB戰士的系列 盒裝都是非常非常的簡單啦 那首先我們先看到說明書的部分 早期的說明書 手配的風格還是比較多一些 但是在正面的地方呢 就有一個武器啊 以及機體的詳細介紹 盒裝裡面的配件啊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是很適合新手來入坑的一個系列 裡面的基本講解啊 其實都算是蠻詳細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不過呢 早期的這套PB戰士 最特別的地方是 轉到背面的部分 沒有錯 就有一個小小的彩葉漫畫 小時候雖然看不懂日文啦 但是每一次收到呢 都是非常非常期待這個漫畫 當然有能力的話呢 也是可以把這一套系列 給完整湊齊 講解說明書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早期的PB戰士 沒有錯也就是在這邊 這次的組裝方式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樣是純素組有上墨線 最後大家所看到的這些補色的部分 其實都是使用官方所推出的原廠貼紙 魔幻覺得PB戰士最困難的地方 也是在於貼紙的黏貼部分啦 大部分的位置 其實都是需要來做一個小小的凹痕 小小的刻痕 魔幻還是會建議大家 黏貼的時候呢 要準備一隻棉花棒 慢慢的去對齊 慢慢的去按壓 把這個刻痕給壓出來 其實整體黏貼的感覺 也就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當然PB戰士最大的特點 也就在於 它有很多可以變形的機關 以及可拆卸式的盔甲 首先啊 頭部的這個位置呢 我們一樣是可以 把頭盔的部分給取下 另外手部的武器呢 我們也先把它給拆卸下來 身體的正前方 這個小小的盔甲 其實也是拆卸式的設計 稍微取下之後 也就可以看到裡面 是以素面的方式來呈現 這個地方啦 當然也是可以來做 一個小小的補色 背部飛行背包這邊呢 也是可以把它給輕鬆取下 最後兩側肩甲呢 我們把它給取下之後 也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次 最主要素體的形態 早期的設計 其實都是比較簡單一些 左腳右腳 是以球形關節的部分 來進行設計 那另外啊 左手右手以及頭部呢 其實都是以 單向卡口的方式 稍微拔起來 大家也就可以看到啦 是直接插進去的 這種設計樣式 姿勢上面的擺放啦 其實也就沒有辦法 做到太多的效果 不過魔玩覺得 姿勢其實並不是太重要啦 最大最吸引大家的原因呢 還是在於 很多武器上面的拆裝變化 像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全武裝之外呢 其實它也可以以 另外一個 算是這種 旅行的姿態方式來呈現 只要把剛剛的盾牌呢 插在頭頂的這個位置 手臂兩側 改成以飛行背包的方式 來進行替代 這樣子也就算是一個 旅行的姿態 比較輕裝的方式來呈現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種形態 也就是在說明書當中 可以看到的 嚇人三人重的這種方式 那最主要在小兵的部分呢 一樣是可以以 這次的姿態方式來呈現 剛剛的飛行背包 後面有一小塊的零件 沒有錯 其實也就可以當作 這個頭盔的部分 接下來啊 在武器的部分 我們先把左右肩甲給取一下 基本的武器槍枝 其實在後面的這個位置呢 稍微往外拉 沒有錯 所以還有另外一把武士刀 當然也就可以搭配 剛剛下輪的三個不同型態呢 來去做這個武器的配置 不同的裝備型態 跟大家展示完 那最後的這支BB戰士 一樣是可以做到一個 小小的變形效果 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套上 這個專屬的頭盔 人物的部分完成 接下來在後半部分的飛行背包 剛剛是這樣子 正著的方式來進行安裝 那我們要先把它給導過來 左右兩側的話呢 一樣是安裝 我們剛剛第二型態的肩甲 這邊要使用最外圍的卡扣來進行固定 接下來上方的兩個孔位 剛好對齊我們盾牌的這個位置 來進行安裝 對齊之後把它壓進去 這樣子也就算是組裝完成 正上方的這個位置呢 剛好對齊我們頭盔的這一塊零件 把它給按壓上去 沒有錯 這樣子看起來呢 是更加的帥氣 接下來要再把我們武器的部分呢 把它組裝到正前方 稍微把它用力一點 把它給卡進去 最後這邊也不要忘記 剛剛的武士刀呢先把它給歸位 最頂到的位置 沒有錯 我們還有一塊零件 剛好對齊手柄的位置呢 把它給安裝進去 剛剛的人物呢 頭頂的這個位置 把它給卡進去 這樣子的話 大家應該也就看出來了 是變成一把超大的武士刀 設計的概念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早期的變形設計算是很有特色的 魔玩記得啦 變成刀的形態呢 這種BB戰士應該不止這一隻啦 魔玩小時候呢是還有收過其他隻 雖然卡存上面不算太緊實啦 不過這樣子拿在手上啦 其實也算是蠻有感覺的 對於小朋友來說 又可以安全遊玩 又可以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這樣子的BB戰士 魔玩個人是真的很推薦大家入手 那最後的最後啦 前面跟大家提到的 三國創結傳的系列 為什麼魔玩把它說 不是在這個BB戰士 其實稍微比較一下啦 沒有錯 擺在旁邊呢 大家應該也就知道了 三國創結傳 其實整體的人物比例是偏高一點點 當然可動部分的設計呢 是更加的豐富 一些小小零件 小小的分件呢 其實也都做的比較細緻一些 相對來說啦 變形上面的效果 以及零件的可拆 也就沒有到這麼的豐富 雖然都是有一個主題啦 像是三國 以及戰國系列的這種感覺 不過整體來說啦 其實概念上面啦 還是有些微的不同 在這邊的話啦 魔玩也就不再多說了 直接拍上我們BB戰士的一些細節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我們就直接進畫面囉 好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偶然之间在玩具店找到啦 突然想要回味童年一下 没想到以前的这个组装模型 是这么的有特色 只要一百多块啦 就可以买到这一个 BB战士的系列 魔玩个人也会很推荐大家啦 可以来考虑入手 来稍微体验一下啦 魔玩小时候的组装模型 那未来有机会的话啦 魔玩其实还有在入手 几只的BB战士啦 未来有时间 也会在拍摄车影片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分享 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我是魔玩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